我宣布参加初选的提名机制 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选项 然后努力让自己成为最强的选项 但是如果党中央透过机制 觉得罗志强不是最强的选项 我也会百分之百的尊重 祝福跟支持国民党最后提名的参选 第一筹门槛 五月国民党做的民调我不是第一名 我就浪贤 第二重的所谓的超越就是 我必须在民调上赢过陈时中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我也一样浪贤 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双重越过的门槛 那我相信 不管是朱立伦也好 罗志强也好 都希望赢 每个党员都有参选的权利 我们不能剥夺任何人参选的权利 那罗志强既然表明要参选了 那是他的权利啊 没有人能够阻挡他的 先协调 这个如果协调成当然成好了 如果协调不成 那最后就是初选的 我想没有人比朱主席更希望赢 他当党主席更希望赢了 他赢才有2024的机会嘛 他哪会希望输呢 我基本上这样啦 就是说选举 这个只怕 只怕没有人 不怕人多 因为人多就像台南 表示大家踊跃嘛 很好嘛 那桃园对国民党来讲 是很重要的这个区域 因为 国民党是非常有机会 把桃园拿回来的 那上次好像郑文燦 连那个当选宣言都没准备 他说不会当选嘛 所以桃园 国民党是有机会拿回来的 那我相信 这个不管是朱立伦也好 罗志强也好 都希望赢嘛 都希望桃园赢啦 那我也可以体会朱主席 他一定希望桃园赢 尤其他做过桃园县长嘛 大家都希望赢 只是怎么能够赢 什么人能够赢 这点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那 每个党员都有参选的权利啦 我们不能剥夺任何人参选的权利 所以现在就变成说你要有个公平的游戏规则嘛 那 罗志强既然表明要参选了 那是他的权利啊 没有人能够阻挡他的 那就说 那就是国民党他现在应该有一个 比如说有个机制啦 比如说先协调 对不对 那大家坐下来谈嘛 协调 协调完了以后呢 如果协调成当然成好了 像台南部就协调成了嘛 如果协调不成 那最后就是初选 那至于初选的方式是什么 那可能可以再讨论嘛 那真的不行就是民调嘛 那至于民调又分成 到底党员要占几层 一般民众占几层 做几次的民调 要不要排绿 那有很多技术啦 我觉得都可以谈 我是建议朱主席把相关的 有兴趣想要参选的人都找来嘛 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自己党内同志有什么不能谈呢 都可以谈的 那见面谈比较好了 比电话谈好 因为电话比较难 电话看不到表情嘛 见面的话大家坐在一起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 呃 协调既既然表明他要选 尊重他要选的意愿嘛 那朱主席想要赢 我想也是必然的 我想没有人比朱主席更希望赢 他当党主席更希望赢 他赢才有2024的机会嘛 他哪会希望输呢 所以既然如此 大家都想赢就很好办啦 把大家找来好好谈一谈 我觉得也没有那么难解决啦 那罗志强是希望说有一个公开的民调 那赵大哥这边也支持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平的竞争 你到最后只有靠这个嘛 对不对 你没有其他方法嘛 所以我讲说 朱立伦希望 就是国民党中央希望协调很好啊 能够协调当然很好嘛 民进党是协调嘛 协调并没有不好啦 那但是协调不一定会成嘛 那协调不成 那就所谓的初选 那初选到底要怎么初选 基本上就是民调嘛 那支持民调比例占多少 党员占多少 民众占多少 做几次要不要排绿 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也可以讨论的 大家都要接受才可以 那想问赵大哥 今天好像是有点母鸡带小鸡的感觉 那大家都觉得好像战斗兰现在比较受欢 也不是啦 就是说采薇啊 赵大哥都很优秀嘛 那我们都希望能够 优秀的年轻人能够出头 我记得我第一次选议员 也差不多30岁嘛 那也是人家提拔我 所以 呃 今天有机会能够 让年轻人能够尽量出头 政治一定需要心血嘛 那不断的滚动 不断的滚动 長江后浪推前浪 所以 能够有他们两位这么优秀啊 也是我的荣幸 那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呃 傳出朱主席 其实原本是不希望 羅志强去选这个桃园的 现在打电话跟他长谈 那会担心说这样的氛围之下 其实大家是 呃 中央也是执政 桃园也是民进党执政 那国民党急什么呢 你当然看民进党是谁嘛 对不对 民进党到底提在地的 还是民进党提空降的 那在地的是谁 是郑运鹏还是郑宝钦 还是黄世卓 空降的到底是陈时中 还是林家隆 或是有其他人 你看了 看了对手是谁 这时候你比较好决定你是谁 有时候医务客医务 你知道 民进党在现在都还没有决定 国民党急什么呢 自己打成一团 何必呢 看他看人家 我会觉得桃园一点都不急 看民进党嘛 然后那时候国民党在决定 那至于说 等到一旦 国民党有国民党的机制嘛 一旦他决定以后 我相信 被提命的人一定要 一定要人和啦 这选举是广结善缘嘛 一定要化主力为助力 所有反对的人 都要 都要 都要去 都要去协调啦 哎 你们知道我第一次选台北市议员 在台北市 我原来住内湖 市党部叫我到南港 南港所有的里长常委 集体到国民党 中央党部去抗议 说我们内湖人都死光 而我们南港人都死光 你怎么提个内湖人 全部反对我耶 整个南港区全部反对我耶 然后我提了一个茶叶去拜访 没有一家开门了 通通叫我不要进来 我不认识你 后来好不容易 有一个老伯伯说 我看你蛮可怜的 你进来坐一下吧 从那个时候开始 你要知道啊 我南港拿票最高 第二次选举 南港区不是我的责任区了 我换成民生社区 南港我还是拿最高票 那些人不认识你排斥你 等到认识你以后 大家都好朋友啊 都很好啊 所以我觉得有阻力没有关系啦 都可以化解的 这个都不是问题 在党里面 什么阻力都可以化解的 那想问一下采薇 今天就是来登记 然后找赵大哥陪同 那就是被讲说 母鸡带小鸡 好像比党主席更错怪你 是 这个可以先有人 帮我拿下麦克风吗 大家还以为我又回去当记者了 我今天是真的确定 要登记国民党党内的初选 那其实我们非常感谢 周大哥今天可以来陪同我们登记初选 那么其实大家都看到在国民党现在 其实相对弱势的状况 其实在这个氛围之下 其实国民党要出来参选的青年 这个优势还有资源 其实已经相对民进党的青年少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在这个时候 其实有任何长辈 对我们伸出援手 其实我们都非常的高兴 所以不管是谁 其实我今天都是非常的感恩 就是带着感恩的心 他没有排斥其他人啊 就是基本上 我陪他们来 但是他还是需要党里面很多的 这个高层来支持 这选举就是这样子 广结善缘 佳凯今天从新北到台北来 然后因为大家都说你是侯家军 那现在也是跟战斗兰总得蛮近的 所以引发一些联想跟解读 你自己怎么看 是我觉得国民党的年轻人 就是要团结站在一起 因为我们赢得2022的选战 我觉得比较重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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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